好 这次要等你来关心 现在台湾单身不婚的女性是越来越多 根据金建会公布的最新统计 去年国内女性结婚的年龄又往后延了两岁 平均到28岁结婚 而所谓的试婚年纪 也就是25岁到29岁的女性 有多达七成都还没有结婚 国内女性结婚的年纪又往后延两年 为什么现在的女性不想结婚 一个人生活蛮不错的 不需要一定要有谁怎么样这样子 如果被独立自主的话就会过得很开心 晚婚也没有关系 还好 没什么关系 反正快乐就好 现代的女性经济独立 生活快乐就好 不一定需要走入婚姻跟家庭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根据金建会公布最新资料 25岁到29岁试婚年龄的女性 时刻里面只有三个结婚 结婚率32.15% 在日本是39% 韩国是49.55% 都超过台湾 因为目前社会还是普遍认为 照顾家庭是女性的责任 也因为这样 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纪慧荣 选择社会福利事业 没有选择婚姻 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进入婚姻 我非常自由 然后你在职业上 你可以career 你自己的生涯规划 是非常有自主权的 不过金建会官员担心 如果大家都晚婚 生育年龄会跟着延后 少子化恐怕会影响国家未来竞争力 不过金慧荣认为 国家应该让两性更平权 分担女性的照顾责任 把托儿环境做好 这样才有办法鼓励年轻人赶快结婚 记者许康兹许正俊 台北报道 你可能听过最近很流行一个名词 把30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女性 称为败犬 本来这个字看起来是有点刺眼 但是流行嘛 听久了也变得见怪不怪 其实败犬这个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这群人因为没有家庭负担 舍得花钱来犒赏自己 而且对生活很有想法 婚姻不见的是女人唯一的价值 有学者观察到 现代社会给晚婚 还有不婚族的压力 已经没有以前来得大 这就是成就败犬现象的主要原因吧 36岁的史小姐 是这间健康饮食店的老板 没有走入婚姻 目前生活重心全放在工作上 也不忘时时宠爱自己 我很喜欢去做按摩 就做SPA这样子 然后我很喜欢去喝咖啡 一个下午的时间可能就是喝咖啡看本书 像这样的女性 现在有一个称呼叫败犬 这个名词来自日本作家 酒井顺子2003年出版的败犬的远费这本书 是作者自嘲的称呼 说的主题就围绕在 难道婚姻是女人唯一的价值上面 败犬的特质有什么 讲的是30岁以上未婚的女性 全新投入工作 离婚姻越来越远 喜欢自由恋爱 懂得享受生活 犒赏自己 对生活也很有想法 即使大家说是败犬也无所谓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好这样子 然后大家看到我很开心 然后大家很喜欢接近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败不败犬我觉得没关系吧 社会上越来越多经济独立 教育程度高 晚婚甚至不婚的女性 也不像过去要背负非结婚不可的压力 人的价值本来就不应该奠定在 完全建立在 就是说你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家庭 那人的价值应该建立在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 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追求 社会观念的改变 是造成败犬现象的原因 连史小姐的妈妈都跟她说 生活开心最重要 她觉得说如果结了婚 不会比现在好的话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 嗯 长辈是这么热 对她觉得你自己快乐最重要啊 记者许坑斯许正俊 台北报道 台中市的加水站业者 今天开了40多部加水车 到市议会陈勤 因为目前台中市99%的加水站 都是设在其楼下 市政府打算要全面禁止 虽然业者希望能够争取到议员的支持 不过市政府态度坚定 不愿意放宽 而市议会今天表决的结果呢 是从7月1号开始 所有的加水站都不能放在其楼了 加水站业者大动作 集结了40台的加水车 举着白布条上街抗议 因为台中市政府禁止 加水站设置在其楼下 有99%的加水站 未来统统不合格 其楼下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 那我们不是说要你开放 合法化给我们放 但是别县市并没有这个条例 就好像是严格的规定这一条 那99%以上的业者是完全没有生存 由于上午议会进行加水站设置的 相关自治条例审议 业者希望争取议员认同 在最后一关挡下来 不过市政府态度十分坚定 强调一旦开放 其楼将寸步难行 其楼地还是不能摆置这个 摆置这个贩卖场所 如果加水站的这个机器可以放置的话 那娃娃机也可以放置了 那面谈也可以放置了 住家旁就有加水站 现在市政府要把加水站赶离其楼地 民众觉得多此一举 七楼地进空还给行人空间 台中市政府要为民争取 优质生活空间 不过看看街头 娃娃机 自动贩卖机 还有各种占用 其楼地的方式抓不胜抓 如果无法确实执行 业者转去地下化 恐怕原本把关盛严的 加水站水值也会一并沦陷 记者黄秋赖事节 台中报道 第一次 感谢观看